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个外公是谁 后来上中学的时候 念了历史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 吴立民母亲梁思庄是梁启超的二女儿 虽然吴立民从未亲眼见过他的外公 然而1936年父亲去世之后 一岁半的吴立民便跟随着母亲生活在梁家 自小吴立民就从长辈那里 得到了许多关于外公梁启超的回忆 和这个大家族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绪十五年 内阁大学是李端芬点视广东 在众多文章中 一篇利益新颖畅达的好文章 引起了他的注意 作者就是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 那一年梁启超中了举人 他看上梁启超的才华了 他就很想把他的堂妹嫁给梁启超 实际上梁启超比那个李慧仙要小四岁 李慧仙是李端芬的堂妹 虽戏出名门家庭忧郁 但这位换门归秀 却甘愿下嫁家境贫寒的梁启超 在订婚两年之后 1891年 19岁的梁启超与李慧仙 在北京成了亲 她是北方的小姐 等于是家里 梁启超在南方还是算比较农民吧 就不是很那个什么 她就依然地就跟梁启超 就到那个新慧去住去了 广东省新慧县茶坑村 梁启超的家乡 1892年 李慧仙随梁启超回到了广州 1893年 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梁思顺诞生了 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 梁启超只身逃往日本 慈禧命令梁广总督 捉拿梁启超的家人 李慧仙带着女儿思顺 扶老邪幼避难澳门 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后来就1906年 就把李慧仙他们 接到日本去了 李慧仙呢 李慧仙这个人呢 是非常好的人 是脾气大概 我想我就只听讲 脾气不好 但是人是非常好 所以他就带了一批亲戚的小孩 就带了一批小孩到日本去 逃亡日本的岁月 更加激起了梁启超 对于腐朽落后的中国的无限感慨 之后的一年里 梁启超在美国的弹香山 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地游说活动 产生了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这里头呢 还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还是我外婆起主要的作用 就是说带那么多孩子 因为我外公他事业型的 他也不管这家里怎么样 一直后来到天津的时候 也有很多亲戚 小孩在一起 他就是说梁家 梁家还是一个很顾亲友的一个女孩 除了一些亲戚的孩子 在日本流亡的十四年中 梁家又先后添了五个孩子 思成 思勇 思中 思庄 思达 1906年 梁启超携全家 迁到神户郊外虚摸的 一座海滨别墅 因为这里一山傍水 可以听见海滔和后山上 一大片松林的松涛声 梁启超便将这座房子 命名为双滔园 而这一大群热闹的孩子们 就称为双滔园群童 双滔园群童那张照片 你看 就是说那里头最小的一个 就是我妈妈 最小一个在椅子上站着的 那个 那就是我妈妈是1908年 生在日本的 所以他那张照片就是 因为他也就几个月 我看 双滔园群童 自小都穿和服和木鸡 讲日语和中文 稍大一点的孩子们 都要到神户 一所华侨学校上学 虚摸到神户室内 需要乘一小的火车 每次孩子们都带着饭团 准时去赶火车 这个一个故事 我就觉得我妈妈给我讲了 我总觉得挺可笑的 就是我那个二舅梁思成 还很想很想 他就老要上火车以前 他就要大便 他就要拉一包屎 就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只要火车一来 他就要开始 后来那就很着急 因为那个火车不能等人 他就等等我 他就每次就叫等等我 后来结果就说 那个铁路的员工 吹哨的员工 已经知道这堆孩子了 所以就一发现 这堆孩子来以后 就等着他 在孩子们的童年记忆中 那是一段简单而快乐的日子 然而远方的祖国 却在此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2年 清帝宣布退位 之后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 40岁的梁启超 终于结束了14年的流亡生活 全家回到了祖国 这里是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6号 梁启超的古剧 1912年 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 打算从政 但鉴于北京政治气候复杂 他决定把家 安在天津的租界内 这里也是他的书房 著名的引兵室的所在地 在天津引兵室的时候 就是有两座楼 有一座楼呢 就是全孩子们住 那个什么 还有一座楼 就是他的那个书房 他的书房就叫做引兵室 他就在那儿 写文章 做事 所以小孩们不能随便过去的 都是小孩们在一个楼里头 他在一个楼里头 书房里头 管的还是很严的 我外婆一般小孩都不能 不能过去跟他捣乱 虽然梁启超工作室 不能随便打扰 但在平常的家庭生活中 他对孩子们 却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和约束 他们家吃饭呢 这是我的三舅妈 李夫妈 就是思勇的夫人给我讲 就是吃饭的时候啊 就是所有的亲戚朋友 孩子什么的 全在一个桌上吃 但是有一条呢 就是说 要等我外公来了以后 他拿起筷子来 大家才拿筷子 但只要一拿起筷子以后 吃的话就随便 随便 天南海北都可以讲 他还可以讲很多故事啊 什么的 然后呢 吃完饭你可以自由退出 比如说我 我吃饱了我就先走 你吃饱了你就可以先走 然后呢 你要再想吃了 你还可以回来再吃几口 就这个 然后最后呢 我三舅妈就说 常常就剩下我外公跟李婆 他们两个人在那吃饭 他们也不在乎 两人有说有笑的在那吃 梁启超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 他说 好像一个人是应该有理智的 就是说都有理智 但是理智就不全面 就是说 你必须啊 还有情感 情感是什么呢 他说 情感就包括两个很神秘的字 就是一个是美 一个是爱 1923年 梁启超的夫人李慧仙病逝 悲痛万分的梁启超 撰写道起 回忆李慧仙的生平美德 第二年 他又撰写了 继梁夫人文 以及悲痛的文笔 抒发了 对于他 共33年患难的妻子的爱 和悼念 在文中 他要求死后 与李夫人合葬 李婆去世以后 那个目的啊 是分了左右两半 就是说 一半的是李婆进去 以后 他说等到他死了以后 让他要进 自从1923年 妻子李慧仙病逝后 梁启超开始尿中代谢 因不愿增添家人的烦恼 他一直没有告诉他们 1926年1月 梁启超到医院检查时 才发现 自己得的竟是尿血症 他得了肾病了 其实可能保守疗法 用中药可以治好的 可是呢 他好像协和 就用外科方法治 就是想要割他 他呢 为了支持这个西医的发展 所以他也很高兴地 就去割这个肾 1926年3月8日 梁启超住进协和医院 医生判定是右肾生瘤 3月16日 实行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 但此后 梁启超的尿血症状 仍然没有完全停止 1927年4月初 梁启超再到协和医院检查 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 9月24日 入夜 痔疮复发 4日午后才起来 仍测座之力 10月12日 中医无法洗笔而辍血 从此祸创不及 结果协和弄错了 就是他的这个好肾 右边的肾是好肾 左边肾是坏肾 结果把这个右边的好肾 给割了 割了以后呢 当时大概协和就说 这个肾上有一些斑点 有一些不好 后来有一个大夫就 告诉梁启超本人了 就说割错了 就是跟你等于 就是把好肾给割掉了 当时有很多人很愤怒 就觉得是不是应当 告这个医院或者是怎么 后来梁启超自己呢 他表示就是说不用 他说因为这样 就会影响西医的发展 所以他就没有告 12月7日 梁启超小便忽悠堵塞 约30小时 17日 病时转热 寒热胶作 24日 注血200毫升 反动肾剧 医生认为 是药菌巨盗 太伤元气 不敢下药 1929年 是梁启超原配夫人 李慧仙的陪嫁丫鬟 自随同 李慧仙 嫁入梁家之后 一直未曾离开梁家一步 1903年 在日本 18岁的王贵全 在李慧仙的安排下 成为了梁启超的二夫人 此后 他为梁启超 生育了六个子女 斯永 斯中 斯达 斯医 斯宁 和斯理 王贵全 既是李慧仙的得力助手 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负责料理 一大家人的家务 和饮食起居 梁启超自己曾说过 他是我们家 极重要的人物 我的印象就是 他很简朴 很坚强 他就是很会处理一些 家庭的事情 就是说 他能把大家团结在他的身边 我觉得很不容易 就是我这个婆 是 他也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有委屈 就是说很多不理解 他要承担很多的 很多方面的压力 可是他都能处理得很好 虽然出身贫寒 也没有受过教育 但自幼聪明伶俐的王贵全 非常勤奋好学 流亡日本后 王贵全也接受了新思潮 开阔了眼界 很快学会了一口 标准流利的日语 后来梁启超 及家庭的对外联络 便由他来承担 他不认字的 他最初不识字 他就是在陪我的舅舅们 做作业的时候 他认字 后来他读报什么的 都没问题 就是等我已经大了 我们长董事友 就看他看书 看报 毫无问题 就都是自学 自学学成的 有一段故事呢 就是说他 梁启超跟蔡松波 蔡娥 要搞导员的 返员的时候 他们那个 后来在南方策划 到上海 上海后来那个 我的王婆 就带着我一个姨 好像是司姨和司达 一个姨一个舅 就跑到上海去了 主要就是要给他做掩护 给他做饭 当时梁启超的 那个房子的周围 已经都有很多特务 有很多那个手制 所以那个 我的婆就必须要 出去买菜什么的 都要突破这些 他也会日语 所以他就是 大家就认为吧 我们就认为 他那一段是为了 掩护我的这个外公 所以他到上海去了 就是这个出身卑微的女子 却成为了日后 梁家极为重要的人物 1929年 梁启超去世 办理后事花了不少钱 家庭经济 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王贵全 为了能维持全家的生活 只得将天津的一所楼房卖了出去 梁启超去世 梁启超去世以后 那整个经济也没有来源了 所有都没有了 很没钱 我觉得 人家都不相信 就是说 可是我 我知道就是没什么钱 因为他没有挣钱的地方 他做财政部长 他也不贪污 他做了一段 大概也就没什么 然后他就是文人写些稿子或者什么 所以我知道家里头还是挺困难的 那么这两座小楼 后来王婆就把它卖掉 因为经济上也就卖掉了一座楼 卖掉一座楼 就这两座楼中间就加了一个围墙隔开了 这个瘦小而坚强的王婆 却是吴立明和母亲最亲近的人和依靠 小的时候 吴立明曾听母亲讲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眼见到的亲人 就是妈妈和王婆 他看我妈妈要生孩子 他就急得不得了 他自己就很热的天气 8月份他就到广州去了 自己一个人去就看着生 他就是我外婆给我讲 就是说当时我是男产 我妈妈生我是男产 用那个高产钱加出来的 然而不幸的是 在吴立明只有一岁半的时候 父亲吴鲁强就病逝了 又是在王贵全的主张下 大姨梁思顺把他们母女接回了北平 使这对孤儿寡母 得到了娘家人的安慰和照料 我一直以为她是我妈妈的亲妈妈 因为我妈妈也没说过 就是我妈妈讲 当时我的爸爸去世以后 全家人就非常痛苦 就开了一个会 所有的我舅舅什么 北京的舅舅们开一个会 后来是我的外婆王婆 她就说一定要把她们 母女俩人接回来 1936年 一岁半的吴立明和母亲 被大姨接回了北平 先后住在二舅梁思成家 和大姨梁思顺的家中 母亲梁思庄 也进入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然而一年后 温馨而朴实的安定生活 却被打破了 1936年 由于父亲的早逝 一岁半的吴立明 随母亲从广州回到北平 然而战争 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 许多中国家庭来说 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噩梦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梁氏大家族也被迫分离逃散 后来等到那个 七七事变以后 就开始就分散了 那个二舅啊三舅 他们就往内地就跑了 就有的到西南联大 有的在就很艰苦一个礼装 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 然后我妈妈 这批我妈妈了 还有就是司礼 这些人呢就 还在这个敌战区 所谓敌战区啊 就是天津 北京还在这待着 后来等到那个太平洋战争 以后 那就彻底的就 就那个什么了 就都分散了 就全走了 只剩了大姨跟王婆两个人了 全走 全像我妈妈带着我就到后方去了 梁思琳呢就到美国 梁思琳跟梁思琳就到美国去了 这样呢就是彻底的 彻底的分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对日本宣战 日军开始进驻燕京大学 随着局势的越来越混乱 燕京大学准备南迁成都 燕京大学啊是一个 就是美国教会学校 所以日本人呢 他虽然占领了北京城 但是他就没敢进去那个燕京大学 所以整个他是一个 一个自由的绿洲似的 可是等到那个太平洋战争以后 珍珠港事变了以后 那这个日本人就 一下就进了校园了 原来那时候他在 他不敢进校园的时候 那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啊 还是那个斯杜雷登什么的 这些美国的校长啊 这些那一套都还是 还是很正规的运章 等他一进了学校以后 他递捕了很多教授 然后呢 把这个疯了 那所有的人都没 也没法上班了 也没有 所以就都散了 就燕京大学就往成都 搬迁了 由于要处理临行前的一些事物 母亲把吴立明暂时送到天津 由王婆照顾几个月 在那段时间里 王婆成了她唯一的亲人 然后我一年级的时候呢 就 我外婆就把我送到 那个培植小学暂时读一下 后来我就记得 她每天还要接我 送我上学 要接我的时候 大概四点半左右 接我 她一定要带我到那个 回丽球那地方 买一个大冰砖吃 我还特别记得 就是说很惯着我 我觉得她对别的 就是说 就比一个青孙子还要惯吧 就买一个冰砖吃 然后呢 我完了就跟她回家 后来我就生病了 生那个 得的那个 叫什么 麻疹呢 还是什么病 反正 挺厉害 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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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不吃饭的 就这么 昏睡 后来就 把我妈妈从北京赶快叫来了 我还记得 给我外婆急的呀 我外婆就 好像对着那佛 磕头啊 就希望我好 什么的那种 我这这还有记忆 为了支撑自己的信仰 王贵全信了佛 除了未在病中的 吴立明祈祷 他每天对着佛像磕头 求佛保佑 一个个远离天津 奔赴后邦的儿孙们的平安 他把我妈妈的钱 给打成了一个金的十字架 就是 就是好像信天 信什么 我说耶稣叫着实际不信 那大概这可以保护点了 就挂到我的脖子上 我还特别记得你 这就是所有我们的财产 就在这十字架上 然后他给我带着 就说你可千万怎么养 要怎么疼 你都不要漏 也不要丢 他说这就是你 你的全家的财产 吴立明 他也没有处 没处可去 比如他跟谁走呢 他不可能到美国去 他到大后方向 我妈妈也 也没有能力 带着 就是说 所以 他只能留在这 所以 我也老在想 我觉得他一个人 非常艰难地度过这么多年 可是他 非常坚强地 等到大家都回来 真是大家都 就后来就 真是大家都回到家里来了 1949年解放后 中断联系的儿女们 纷纷从各地回迁 八年断绝音讯的 司仪一家和司礼 也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王贵全卖了天津老家的房子 搬到北京 与儿女们过上了欢乐 和团聚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